把自己衣服拾货 解开白衬衫大袖六块food机 立为林长座加入催打AZ疫苗的行列 呼吁民众赶紧来接种疫苗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毕竟近来华航基石燃疫延烧 引发诺富特饭店群聚事件 全国上下人心惶惶 国内疫情升温也带动疫苗施打率 5日单日接种人次来到5927人 再创疫苗开打以来新高 给民众正确的讯息 告诉他风险跟好处 讲得很清楚 然后让民众愿意打 而不是只依靠单一事件 依靠单一事件 有时候热度慢慢就会过去了 就怕打疫苗又变成三分钟热度 毕竟台湾目前采购的AZ疫苗 一共有31万剂 其中有19.9万剂 有效期限直到5月底 想要赶在效期前打完 一天至少要接种8000多人 否则到时候就会有将近8万剂 也就是大约4成的AZ疫苗 恐怕将面临预期报废的下场 就怕好不容易到手的疫苗 白白浪费 指挥中心6日也宣布 AZ疫苗公费接种对象再扩大 根据这样的打的速度 我们在下礼拜一号 5月10号 5月10号 我们再开放第七类 第八类 第七类对象为军人 军事机关以及国安单位 文职人员 第八类则是65岁以上长者 目前累计开放1到8类 一共有456.1万人可以施打公费疫苗 全力冲刺建立社区群体免疫力 那什么时候可以开放全民接种 只要在路上碰到有意愿去接种 随时碰到接种站都可以去接种疫苗 那我们台湾大概也是可能以后 会类似这种情形 因为优先接种族群如果说没有打完的话 赶快开放给全民接种 应该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 李秉英表示在优先族群后 未来不排除笔咒美国全民开放 更进一步透露好久成亡底的国产疫苗 时辰进行顺利 有望在7月量产 让台湾民众打疫苗有更多选择 欢迎新闻林志鹏黄佩涵台北报导